為了提供校服藝術文化 真正祖孫甘情 在新生東宮町三間國秀 還有在六年中心的頂部 在在國秀風雨球場 基盤一場祖孫蔡偉國安町的過程 在南道館藝術協會 藝術家的基督之下 給小朋友以及頂部 透過蔡偉連儀也提早迎接新年來告 在國秀風雨球場非常流熱 中間有三百歲的學生跟六年中夥在採尾花町 彩繪燈籠開不開心? 開心 妳要彩繪什麼樣的燈籠? 嗯… 天空 天空喔? 白雲的 以前是沒有特別過去彩繪燈籠 所以這是我覺得很興奮 我想要彩繪很漂亮 很漂亮 很開心 看他老年 對… 妳要彩繪什麼? 我要彩繪這麼好 對…今天是好年 南道館藝衍翁 建築館文化教的經費 提供學生的藝術文化 讓學生跟中夥同樂聯誼 秋孫來跟文化局爭取 跟我們的義子協會 來舉辦我們的祖孫傳情 登籃高高掛採彩會的一個活動 今天很開心 來到我們的漁池國小的風雨球場 再來舉行 這次要請南道館藝衍協會 藝術教來指導 理事長不如表示 藝術創作就是讓孩子發揮創意 那這個燈籠除了彩繪以外 我們旁邊還可以提字 可以做很多的那個 讓小朋友去發揮他們的所能 利用彩繪高掌的機會 讓大人跟小孩當中 提供學校的藝術 校長和校長都很慶張 那我們非常感謝義子協會 秋暑議員這邊 還有我們文化局這邊 開放孩子有機會 跟老人家跟阿公阿嬤 一起來彩繪登籠 我們舉辦這個彩繪登籠的活動 讓小孩子可以提早做好準備 那希望今年的元宵節 在疫情之下 能夠讓小朋友的作品 好好的在大街小巷展示出來 今天非常高興 藉由南投縣政府還有教育處 還有秋暑議員 那麼努力的爭取之下 來辦理這個彩繪登籠 然後登籠高高掛的活動 邀請小朋友來這裡彩繪登籠 再來跟阿公阿嬤 做個邀請來這裡共同五郎 在過年前 這是一個真正的文化 真正的意義 這個阿娃東的工作 透過話中提供藝術風氣 促進大人跟小孩的感情 迎接新年來搞 2022新年快樂 記者歡迎彩繪昆插風卜助